面对在野党的监督 面对台湾人民就是你啦 你跟我很卑微的愿望 我们只是想要知道 到底我们的疫苗买多少钱而已嘛 你要嘛心里有鬼 要嘛身上有屎 为什么不敢讲呢 不敢讲就算了 你的薪水我们付的 我们是纳税的老百姓 我们那么卑微 那么微小 那么渺小的愿望 你居然回我们四个字 叫做 想知道你就是居心否册 你就跟那些 阻挠台湾买疫苗的大国一样 你就跟有人不喜欢的有人一样 你在找台湾防疫的麻烦 这是陈时中说的 你不能知道 你想知道 就是坏人 就是混蛋 就是居心否册 就是图谋不鬼 好 按照这个逻辑 我想请问民进党的高官们 当你们口口声声答应 要让我们的奥运英雄们 郭姓纯 郭姓纯啦 代资颖啦 出国的路上 为国征战的路上 可以享受到最好的待遇 让他们在旅途当中 好好的放松身心 为台湾夺金 做好准备 但是 但是上了飞机以后才发现 奇怪了 这个总统院长跟部长不是说我们可以舒服一点坐商务舱吗 怎么眼睛一看 上飞舱里面 挤满了一堆官员 挤满了一堆穿西装的 挤满了一堆不用上战场 也能够跟着分荣耀的官员们 那选什么呢 我们只能坐在经济舱里面 有点挤 有点闷 但没办法 国家的安排 好吧 那我就发个及时动态 来抱怨一下好了 来怀念一下 过去做别家航空公司 我们都可以做商务舱啊 怎么这一次我们被挤到后面来了 把位置都留给那些官员们做了呢 这一发事情大炸锅 因为我说过了 总统院长部长 你们怎么答应人家的 体育署你在搞什么东西 行政院你要告诉我 你完全不知情 别忘了 上礼拜蔡英文总统才去授旗 台湾加油 授旗典礼 好棒哦你们 今天早上 苏贞昌才去送鸡 今天记者会 陈时中结束的时候 还拿一块牌子出来 东奥英雄 台湾加油 为他们喝彩 为他们鼓励 帮他们打气 赖清德还po脸书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为国争光 然后呢然后戴姿影 po了一个现实动态 打脸 蔡英文 打脸 苏贞昌 打脸 赖清德 打脸 陈时中 这是哪门子的加油啊 这是哪门子的鼓励啊 这就是你民进党政府 为这些台湾骄傲 体谈 健儿 要在奥运上面 为国争光的勇士们 战士们 所做的准备吗 然后一个个发脸书道歉 一个个说要追查 一个个说要究责 然后呢 然后人家已经飞完了 然后那些官员 已经爽爽坐在商务上 坐完了 今天没有戴姿影的 及时动态 这件事情不会曝光 戴姿影没有要抱怨 他没有想要冲谁的糠 他只是觉得有点纳闷 有点无奈 我想请问一下 民进党的朋友 那一些答应人家 却没做到的人 那一些明知道选手很辛苦 应该享受最好待遇 却强占商务舱座位的官员们 你们是不是居心否册 你们是不是居心否册 又受骑的 又送鸡的 又加油的 又打气的 然后呢 然后人家出国 屁股拍一拍 没你的事了 表现得好 就是你有支持他们 表现得不好 是他们不够努力 向来就是你们的逻辑啊 我再问一次 从上到下 答应人家的没做到 上了飞机 抢占商务舱座位的 这些官员们 大官们 你们是不是居心否册 陈时中啊 居心否册要用在这里啊 你国文程度不好 你中文造诣很烂 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 好吗 再来我想请问一下 一个政务官 一个为国服务的官员 他可以在 非假日 上班时间 带着妻儿 妻儿是无辜的 不要去找妻儿麻烦 有问题的是那个老爸 带着妻儿 还有外拥 疑似接受了招待 去住高档villa 甚至还能够脱口罩 跟朋友尽兴聊天 甚至还可能去参加了 一大堆人的餐序 被抓包还说谎 说谎就算了 这行政院里头的人 还连着帮他想圆谎 等到照片曝光 才不得不请辞 请辞没有用啊 陈正文先生 当中有一大堆的疑点啊 你都还没有厘清啊 这已经不是罚个五万十万 可以了事的啊 你有没有独职啊 你有没有涉及利益回避啊 你有没有贪账妄罚啊 这才是要查的吧 说谎做坏事 被抓包 请辞就想断尾求生 陈时中 这个才叫居心否册啊 当事情没有查清楚 行政院发言人 急急忙忙出来 要去圆谎 要去护航 陈时中 这才叫居心否册啊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用居心否册啊 懂吗 懂吗指挥官 你学医的 你理工科的 你中文不好 不要乱用成语 乱用 那就叫做 丢人现眼 真的是丢人现眼 再来讲疫苗 今天 哇 高端EUA过了 不得了 突然间就过了 过去高端要解盲啦 要EUA啦 又是开记者会啦 官员陪同出席啦 帮忙背书啦 今天都没有 突然间在陈时中记者会上 那个高端 那个EUA就过了 那个8月要开始生产了 以后大家就可以打国产疫苗了 你干嘛偷偷摸摸 干嘛那么急 有人就质疑啊 现在所谓预约疫苗 很多人还是不想打A牌啊 但是等着等着总判莫德纳总判BNT 但是我掐指一算啊各位 等到7月底8月 我们台湾的A牌 如果打完了 莫德纳还没进来 BNT还没进来 到时候你想打 你只能选高端啊 你只能跟蔡总统 赖副总统 还有周玉寇女士 一样去打高端啊 今天很多人一算糟糕 如果我现在不打A牌 我只剩高端 赶快哦改预约哦 本来要莫德纳统统改A牌哦 本来两个都要的 通通都改A牌哦 让注射A牌疫苗的人数一下大增 我认为这叫居心否册啊 这都后都没人要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说 我现在就给他EUA啦 你现在不打 被人家打完哦 来来8月9月 你就打国产 陈时中 这才叫居心否册啊 懂不懂 不要乱用程 当张忠谋告诉你 台湾疫苗不够 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伸出援手 而你们这些官员 还在满口胡说八道 说我们够 我们够 张忠谋的意思不是要买 是希望快点到货 扭曲别人的意思 胡乱的周一些事实 来欺骗台湾人民 陈时中民进党 这才叫居心否册 我们想要知道 我们的疫苗到底买多少钱 那是我们的权利啊 告知是你的责任啊 结果我们想知道 变成我们居心否册 如果我们居心否册 那我想请问 试图隐瞒事实 心里有鬼或身上有死的 你们这些官员们 你们是什么 我们居心否册 那你是什么 今天很多很多的例子 都印证了 陈时中口中的这四个字 叫居心否册 但居心否册的 不是我们 不是人民 居心否册的 不是奥运学手 不是戴姿赢 居心否册的 不是那些 质疑陈正文 怎么可以 在上班时间 疑似接受招待 还违反群聚规定的 台湾人啊 居心否册的 不是点出事实的 张忠谋啊 居心否册的 是你陈时中啊 是你民进党的官员啊 是陈正文啊 是试图要扭曲 张忠谋划的那些 民进党的 民意代表们啊 今天我还要跟你谈谈 印度神童 他再度提到台湾 上一次提到台湾 有人说很零 有人说很准 这一次他提到台湾 他告诉我们 台湾 Don't worry 只要用一招 你可以对抗疫情 哪一招 待会节目当中 我好好的 来告诉大家 来我们今天叫来宾第一位 郭政将亮哥 大家好 今天找亮哥来 太好了 因为他是澳会的常委 我当过提委会副主委 对 然后还当过 羽毛球的理事长 对不对 所以亮哥跟叔叔一样 那种怕雨球 怕乙球 怕乙球 亮哥也会打乙球 怎么叔叔 凤梨叔叔 懂吗 你懂吗 你不懂 叔叔也怕雨球 亮哥也怕雨球 还有这个 现在明明哥 主持人大家好 来今天题目很多 我们先直接进到 因为我本来投是要跟你讲 陈时中 可是因为今天 这个奥运的事情发生很突然 而且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讨论 所以我今天 投我就要直接谈奥运这件事情 因为我真的看不下去 我真的 你们是有什么困难啊 今天不是飞里约奥运 也不是像我以前跑那个 好久以前 2020年好像 去那个南非四足赛 飞过去16个小时 你就两三个小时的飞机的航程 你也要去抢那个商务商的位置 请问一下 你都把总统跟院长的 这个承诺 当成耳边风 当放屁 是吗 来 我们先进到奥运 待会回头再来告诉大家 今天 陈时中的巨星剖车 来 奥运还没有好 那怎么没有先跟我说呢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就先请亮哥 来 你怎么看奥运这个事情 奥运这个事 还好是飞日本 三个小时 不过真的委屈了选手 这个我刚看到 这个教育部体委会都出来道歉 体育署 然后总统苏贞昌也都出来道歉 因为这个确实就是 你给选手的承诺 那怎么会忽略这个细节 实在是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 这个坦白说 因为我以前也当过 那个中华奥会的常委 2008我去参加过北京奥运 你有去北京奥运 我有去参加 那个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包机 那个包机是蔡英文总统的政见 他就认为说我们应该要 包机让选手去 所以你们这时候去治疗是跟 所有的这个 其他乘客混在一起坐 我们 因为我们比较早去 比较早去 飞行比较空 没有没有 我们就是跟别人一起去 就跟其他乘客 就大家住在一起 真的哦 对那 那个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有的国家 他为了让选手轻松一点 还包船 包邮轮 再选手去 你说包邮轮从海上走 对对对 因为北京嘛 那北京有时候 日本去就可以不用坐飞机啊 之类的 那比较舒服啦 有的因为看你的代表台有多大 那我们这个飞日本 是三个小时啦 那事实上我们如果要让选手 真的轻轻松松 舒舒服的到 那事实上大家也不用坐那么挤 因为你还要梅花坐 事实上你包两部飞机也是可以啊 这坦白讲也没多少钱 那你就是硬要塞在一个飞机里面 你商务舱当然会不够坐啊 那本来大家就想说 那是不是经济舱的部分 那至少每一个人坐一排吧 我看这次大概也不是这样安排啦 所以 因为我看到小代的IG啦 就觉得很不舒服啦 因为小代我们的夺金选手 小代是机会非常高的 我们这次的男单也不错 周天成啊 事实上宇宙的单打是最困难的 那我们台湾刚好出了两个天才 对很厉害 这个很不容易啦 那当然这个事过境先啊 那现在教育部长已经做出承诺啊 说回程保证做商务舱 谢谢你啊 我不知道他如何保证做商务舱啦 因为商务舱搞不好还不够坐 是啊 我今天在想说商务舱就36个 他就里面坐36个人嘛 那选手他躺着 你至少要包两架飞机 因为有68个选手 对嘛 所以要两架飞机嘛 对嘛 我们这种 68是算不算 我们算中小型的团 对 有些国家很大的团啊 所以他们在那个运输工具上 就会做一些巧思啊 比如说那个时候在里约 那美国那个篮球队就是坐船去了 他们就包 然后就比较舒服 比较舒服 因为他们那么高大 你坐商务舱你都不舒服啦 对对对 所以有各种方式啦 坦白讲这些选手都是顶级的啊 那人生奥运 人生奥运大部分最多两次啦 最多啦 历史上最多的也在四次左右 两次大概就极限了 因为超过30岁就非常困难 体力大幅下降很难 对啊对啊 因为你自己健身你清楚嘛 最近是比较容易累 那我还是希望我们这次 很多选手都有机会啦 就这样 来丁哥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扯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们向来都知道 我们国家对体育选手是讲得很好听 实际上都没在照顾 除非你得牌 他才开始照顾你 对 你得牌就照顾你回台湾那几天 是 接下来有没有照顾你也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 今天是因为是戴姿影 po了这张照片 如果是其他的 比较没那么有名气的选手 没人理这件事 也没人知道这件事 就这么简单而已 没有错 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对选手的态度 本身就不健康嘛 一定要等到人家真正功成名就 我讲一句比较实在话 现在在这种 尤其是参加职业运动的选手 他如果真正功成名就的时候 他根本不需要你国家 我还要你干什么 多的是赞助商 就是在我最辛苦的时候 我需要你国家的资源来支持我训练嘛 是啊 但是你老实讲 人家77在哪儿 如果你早跟他讲 他自己抱飞机去了 就这么简单而已 也会有人愿意帮忙带资源 或其他选手包飞机去 也不用你国家 我跟你讲这些资源的厂商 一大堆大家排着对等 那问题是你不老实不告诉人家 然后更扯的是什么你知道 结果你明知道商务商不够了 然后呢你为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以示公平 结果选手全部做经济仓 你官员跟总教练去做商务商 他所有教练都做 几乎所有教练 他那个名单最多就是教练 全部的教练都坐在那边 所以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真的觉得 如果说真的 就是商务商不够 他68就不够分嘛 是啊 所以我觉得正常我会怎么做你知道 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官员 我再怎么样 我尽量让选手去做商务商 我一定做经济仓 而且不过才两个小时而已 起码官员先滚出来 是啊 官员是最不重要的那个你知道吗 总教练都还比较好话讲 因为总教练也要保持 比较好的精神状况 这样才能够去指导选手 那请问一下 官员你是去插花的 亮哥不好意思 我那个时候也有去 我也是官员嘛 是 不过我们是额外去的 所以要嘛就是 我们那时候没有包机的 我跟你讲要嘛就很简单 如果你要包机 你就包两台嘛 而且我老实讲 你现在防疫期间 你本来就应该包两台甚至三台 因为你要有间隔不是吗 所以你也不可能商务商 每个位置都给他做满满嘛 所以正常来讲 如果要保证 真正要保障选手的安全 你可能要包到四台飞机耶 我讲实在话 因为你要让他们都有间隔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不是 你都应该要去考量的吗 那判文中今天鞠躬道歉没有错 你知道判文中讲一句话 我快被他笑死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我们以后这次真的做错了 以后呢我们要先征询选手的意愿 你征询什么意愿 请问一下戴志明同学 你想要做商务商还是经济舱 你要做经济舱啊 他要做经济舱不是我就要做的 是这样吗 你有神经病吗 哪一个选手跟你讲说 我喜欢做经济舱 厕所旁边那个最好 我知道了 他会先要唐凤弄一个 这个出国比赛预约系统 先上网登记你的意愿 你想做商务舱还是经济舱 然后发警讯给你 你再去登记 然后再给你机票 可能会是这样的 然后先让他们商务舱跟经济舱可以挑 然后再告诉你 现在没有商务舱 只针经济舱要不要做 这里我补充一点 因为你们对奥运的程序不是那么熟 奥运我们是7月23号到8月8号 那你如果第一场就输了 你就回家 是 大家不会整队回来 他会陆陆续续回来 会陆陆续续回来 当然有些国家不一定 他赛后的赛事先后 跟你的输赢都有关系吗 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候 他们就会等到所有的团都结束 因为他怕人跑 对对对对 可是像我们台湾 大概输了就先走了 所以回程确实有可能够做 因为68个都拿到 进入这个准决赛 我看不容易 机会不到 大概只有少数几位可以 所以最后回来的应该是 比于那个36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情 其实就是长期以来 我们的心态问题 觉得这些选手 其实没那么重要 你看我们包括打疫苗都这样 现在都是莫德纳 保留给官员先打 不是吗 同样的 有位置要先给官员做 这到底什么心态 我真的不懂 奥运是选手才是主角 所有其他人都是配角 不是这个意思吗 发光发热的时候 他带给台湾光荣 我们台湾唯一能够为他做的 就是给他好一点的待遇 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这样都不做 然后每次来抱怨 说什么选手不爱国 不愿意代表国家 为了职业比赛放弃奥运 如果你都这样对我 我为什么要为国争光 你们到底对人家好在哪里 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包括戴志颖这一种等级的选手 他其实根本不需要帮你 打什么奥运 我讲实在话 他去参加职业比赛赚的钱更多 他为什么要来去做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也是一份光荣感 也是他以出身为台湾为荣 以代表台湾为荣 那我们有好不容易出这样一些好选手 你为什么不能够 最起码的好好对待人家一下 我真的搞不懂 其实过去好几次奥运发生过很多事 那个选手有的连吃了都吃不好 到最后每一个都要自己准备泡面 自己准备干什么 我们连这种最基本的需求 都没有办法满足选手 那为什么人家要帮你拼命呢 所以真的拜托 我觉得体委会 还有整个教育部 你们对选手态度 要彻头彻尾的改变 不要再官大权威大 要搞清楚体育选手才是主角 你们全部都是配角 听到没 都是配角 那些做承诺 答应的 没做到的 那些明明知道应该让位给选手 还好意思坐在商务上 爽爽够非日本的官员 你们才是居心否册 还是居心否册 我相信这个新闻 明天会更发酵 明天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谈一谈 来我们直接进今天的封面 来看看居心否册 这四个字 从哪来的 来 我们都想知道 到底现在我们台湾的疫苗 买多少钱 红海可以讲啊 台积电也能说啊 国外美国买多少钱 AZ 欧盟买多少钱 莫德纳美国买多少 欧盟买多少 BNT美国买多少 欧盟买多少 娇生美国买多少 欧盟买多少 这都是公开资讯啊 为什么到了台湾 就变成机密呢 比买军火 买飞机 买飞弹 买武器 买坦克 买战车 买鱼雷 买潜舰 还要机密啊 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啊 据说连苏贞昌都不知道啊 全台湾 大概陈时中最清楚啊 这个人最清楚啊 但他打死不跟你说啊 然后还被抓包 怎么已经用了67亿 但算一算买进来的疫苗 也才价值10亿啊 那又四五十亿哪去了呢 大家很想知道嘛 那是我们的纳税钱嘛 除了是我们的纳税钱 也攸关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拿到花钱买的疫苗嘛 什么时候能到货嘛 什么时候不用再被政府 逼着要打A牌嘛 或是没有A牌 你就去打高端 打国产嘛 这是我们很卑微的愿望 但是当我们持续的追问 想要陈时中 给大家一个答案的时候 他呛呛了 他不爽啊 他生气 不晓得是不是恼羞了 还是不耐烦 我觉得不耐烦更多一点 就是 你们有完没完啊 好了没啊 不要一直问好不好 再问的人 我讲实在话 叫做居心否册 因为你们就是想要 我讲出价格 让合约破局 你们就是想要 我讲出价格 让别人攻击 你们就是希望 我讲出价格 再让有心的大国 来阻挡台湾 取得疫苗 所以你们居心否册 我跟你讲 这句话一出来 不要讲蓝绿白啦 连网路上的网友 都轰城之中轰到爆炸 你去PTT看一下啦 也不要跟我讲 PTT上面都是什么 什么什么 认知作战的中共同路人 没那么多啦 没那么多啦 去网路上看一下 去脸书上看一下 除了骂你厚颜无耻 玷污民主之外 还有这句话啦 我很有感 叫心里有鬼啦 下一句就是身上有死啦 你到底是有哪一个 你心里有鬼吗 为什么不敢讲呢 全世界都公告 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知道 欧盟的每个国家都知道 我们的政府买这支疫苗 一剂花多少钱 只有台湾不知道 然后你告诉我是机密 然后我想问 你就说我居心否册 跟那个阻止台湾 买到疫苗的大国一样 我问你疫苗价格 居心否册 我就变成中共同路人了 我就变成在对台湾人 进行认知作战 这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今天陈时中 再被问到 你猜他回什么 我自己签了什么约 我自己知道 你蛮好嘞 那是你的钱啊 你今天是拿你的身家 去帮我买疫苗啊 如果是 但你家的事情啊 你想知道你不想讲 我也拿你每一折 你花钱嘛 花钱是老大 有钱当老大嘛 有钱不能当老大 不然谁要当老大 不是吗 你拿我的钱去买疫苗 然后我问你说 哎哎哎哎 多少钱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你说你啰嗦什么 居心否册 我签什么约 我自己签的 我自己知道 你可以代表全台湾人啊 你好大 亮哥说得好 你真大 我真怕 陈时中 然后再继续扯 如果公布出来 又会受到干扰 会受到干预 可能疫苗又进不来了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 你跟人家签约了 连钱都已经付出去了 不管是签约金还是你父亲 他如果不给疫苗 是他毁约 他要赔我了 我还怕讲出来别人干扰了 你没有买过房子啊 你没有买过车子啊 我签约了 钱付了 你不卖我 你有问题 没有如期交车交屋 那建商要赔我啊 车商要赔我啊 我还希望你最好不要如期交 你多赔我一点 让我买便宜一点 干话嘛 乱讲嘛 居心否册嘛 陈时中你才是居心否册 真的 来 印度神童就他啦 大家应该最近看到他 很神奇的预言 这个上一次他讲到台湾 也早是让我抖了一下 甚至预言英国可能再爆发疫情 也让我抖了一下 因为还真的蛮准的 那这一次印度神童再度预言了 为什么我说他打点高端吗 其实不只打点高端 打点世界的疫苗 因为他告诉我们 这个当然是民俗说法 我要先强调 这是印度神童的说法 并没有科学根据 他认为打疫苗不见得是解决疫情最好的方式 甚至各位他还点名台湾啊 他说台湾抗疫啊 用一招 哪一招 我等一下跟你说 只要用这一招 就有效 只要用这一招 就有用 有趣 哪一招 待会我们来好好的讨论一下 来我们直接进到下一张电视箱 来 疫苗价格不公开 你给我扯居心否册 赵少康先生说的好 陈时中你的脑子有问题 你国文造诣不好 你的中文不好 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好不好 来 在上个礼拜 应该是礼拜 礼拜五是不是 还是礼拜六 陈时中再被问到了 这个疫苗相关问题 好像是礼拜六 在记者会上再被问到了 他超不耐烦 我们的那个 商摆准备好了吗 陈时中的画面 有是不是 与其让我用讲的 你不如来看看 他的嘴脸 真是居心否册 来看一下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大家现在来问价格 要叫我讲价格的 其实我都讲这有一点居心否册 居心否册 居心否册 因为所有跟大家讲过 现在进货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所有的合约里面 都写得清清楚楚 就价格 这是属于 双方保密的一个事项 那如果破坏了这样的保密事项 就会影响到我们合约的有效性 跟进货的一个时程 所以我也拜托各位 这是一个属于 现在购买疫苗里面 一个必须保密的事项在的 那大家现在都是怕进货受到干扰 那也不要因为这样子 而让我们的进货 真正的受到干扰 到底已经签约了 到底都付钱了 会受到什么干扰呢 为什么想知道 就是居心否册呢 你刚看到陈思中的态度了没有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我跟你讲 你听他的语调 你就知道他不耐烦了 你就知道他觉得 你们这些台湾人 你们这些你们是怎样 讲不听啊 耳朵有多硬啊 耳根子有多硬啊 我讲几次你干嘛一直问啊 烦不烦啊 我抗疫英雄呢 我很累呢 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烦我啊 再烦我再逼我 你就是居心否册 你想搞我啊 你想看疫苗进不来啊 我就想问了 陈思中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大家还来这个问价格 要叫我讲价格的 这有一点居心否册了 陈思中这句话出来 不止 我刚刚说 蓝绿白骂了 连绿的都骂了 我骂了 你去看一下网络上 PTP上面 国外疫苗都公开 只有你不能公开 有什么好不公开的 以前福茂说公开透明人民监督 现在讲疫苗价钱叫做居心否册 不敢公开看到没有心里有鬼啦 怕有人不开心谁不开心 我觉得以后都不用咨询了 每项议题都说是机密 原来疫苗价格比国防预算还要机密 你每天被骂你真的晚上都睡得很安心吗 指挥官 我跟你讲啊 我今天也看到彻翼在帮他护航 还有人在护航啊 有有有 因为他们就是引用 我跟你讲 他的所有的Case就只有那个Case 去年12月18号 比利时的卫生部长 因为他在国会被人家追问 所以他非常生气 结果他就在推特公布了 美国跟欧盟的采购价格 各项 结果欧洲才 美国才恍然大悟 美国啦 因为美国发现 他连Johnson & Johnson买的都比欧盟贵 Johnson & Johnson美国买10块 欧盟买8.5 那AZ欧洲一定比较便宜嘛 欧洲只买了2.19 然后美国是4块 然后Moderna Moderna欧洲一定比较贵 欧洲是48块 然后美国是15块 我讲的都是美金啊 那BNT 虽然有美国辉瑞啊 那个美国最气的就是这一点 美国买19.5 然后欧洲买14.76 那我先讲后续啊 我为什么说陈时中他们那个都胡说八道 因为后来辉瑞确实就抗议 那个比利时卫生部长 因为这个让他站不住面子嘛 美国买19.5 欧洲买14.76 我自己的买比较贵 怎么对美国交代啊 所以他就对他警告 他就说 你这个会影响你后续的谈判 就说你如果以后还要买我辉瑞啦 而不是进货啦 不要讲错好不好 我讲的是 未来谈判的价格啦 他就警告他啦 可是我跟你讲啊 全世界有没有人理这件事 没有 继续公布 我跟你讲啊 所以AZ 还有人专门做这个研究呢 叫做疫苗采购的比较研究 各国的价格都被公布了啦 我举例啦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AZ 比如说印度就是买5块钱 结果人家发现有一个国家很可怕 叫乌干达啦 你知道吧 乌干达买8.5 乌干达是多穷的国家 结果他AZ 居然买8.5美元一计 这个没有贪污谁相信啊 你懂我意思 那人家在研究这个 当然就是看你的政府的效能嘛 你怎么去采购数量 而且怎么去谈判 怎么去布里的局啦 就是你怎么防疫啦 这个是有很多面向的 所以人家在做研究嘛 陈时中讲的我同意啦 因为他作为部长 他不能够开记者会这样公开 跟记者或者大众讲价格啦 可是全世界都是怎么方式 你不能够说 全世界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都对疫苗公司没责啦 你是用政府预算 当然 我都不能建筑啊 所以他们都是透过什么方式 他们让国会去开秘密会议 然后你行政单位就要把合约给国会议员看 议员就会知道 然后就会有人放出去嘛 立委就会知道 那你不能够说是我卫生部讲的啊 你懂我的意思 可是这样也对疫苗公司产生了制衡的效果 你知道我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政治的巧妙啦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花那么大的钱 你竟然不接受监督 这是不可能的事啦 民主国家不可能接受这种事啦 所以你一定是秘密会议嘛 然后那个价格还是被大众知道了 可是疫苗公司不能够去怪卫生部啊 对啊 你是怪立委 立委讲的啊 你也不知道是哪个立委啊 不管怎样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 到最后价格人家还是会知道 然后知道的结果大概就会 这个制衡是有必要的嘛 第一个我怎么知道你疫苗公司 有没有跟那个政府的官员勾结啊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透过代理商 像乌干党这样买那么贵啊 你有没有透过代理商去mark up 去加价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嘛 比如说我们到货率这么低嘛 你是买太便宜啦 那如果你买太便宜 我还可以原谅你 对 所以你到货率这么低嘛 来得慢 我可以谅解对不对 如果你买得很贵 还来这么慢那么少 那就有问题了 就怕这个 所以就 就怕这个 就怕这个所以不敢公布嘛 就怕那妈你买得很贵 对 到货率又很低啊 所以我说他你不要在那边吓人啊 你不要以为台湾懂英文的只有你啊 英文比你好的人多了 真的 看过全世界疫苗相关研究 采购的比较研究 我就敢说我懂得比你多 嗯 我事实上 我大概从今年三月 我就陆续再找疫苗的价格 嗯 那个时候就陆续就不断有人放出来了 对 因为去年12月18 那是一个大爆料吧 嗯 就比利时那个 比利时那个 那隔天华盛顿邮报就把那个列表出来 对对对对 华盛顿邮报才不理你 嗯 怎么辉瑞是美国公司 华盛顿邮报是华府最重要的政治报纸 照样把你弄出来 你买得比 一大片啊 然后说美国政府在干什么 对 就直接直言 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 这才是媒体嘛 对 这才是媒体嘛 这就是公布价钱的意义所在 那我跟你讲 后来美国的BNT的价格 确实就降下来了 当然 就是辉瑞啦 辉瑞就给他降价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就是我们就陆续看到 从去年12月18 报了这个新闻之后 这个是比较美国跟欧盟 那接下来就每一个国家 就陆陆续续就有人开始丢出来 比如说以色列你也讲过嘛 人家花了三倍的价格去买 三倍 对不对 可是他确保他的到货 他快啊 对不对 所以老百姓接受 对啊 因为你讲的有道理 到货快嘛 那以色列的人口就全部cover嘛 新加坡也是 对 他用高价去买嘛 那人民可以谅解嘛 所以你反而这种 不公开不透明 偷偷摸摸 然后用各种窃口去挡 人家才会怀疑你嘛 其实这里面最应该质疑的 是民进党的 魏皇委员会的招委 因为事实上已经成立调阅小组了 你为什么不开会 你为什么不开会嘛 你不开会就是自我阉割全力嘛 当然 你怎么可以护航行政部门 护航到这个程度呢 对不对 你可以要求开秘密会议啊 我参加过国防委员会 国防相关的军购的秘密会议啊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带手机啊 然后都要签字的 然后看完资料要交回的 那个有一定的程序要走嘛 你也可以比照办理啊 你可以比照办理啊 那我不知道他在怕什么 我不相信 说这个东西公布了之后 中国有办法去干预 怎么可能 我们现在AZ是英国 莫德纳是美国 这两个国家 刚好就是全世界最不怕中国 对 对不对 整天要跟人家弄来弄去的 那美国 美国是莫德纳 那莫德纳的价格 我就听到了很多疯船啊 说买的不便宜啊 那你们公布来看看啊 对不对 那美国会因为这样 不出货吗 不可能啊 人家连250万都在送你了 对啊 而且还要 搞不好再考虑让台湾代工了 对啊 怎么可能会在乎这个价格呢 你不要骗人了啦 如果在乎价格 那鸿海这样公布出来 那BNT德国想说 鸿海你 你看那个郭台平跟台积电 那个价格不是 一回来就被人家爆料吗 不是他们讲的啦 可是为什么会爆料 就是 就是同样的逻辑 就是这样 我给你看啊 看一下看一下 看到了 那他们两个有没有否认 没有啊 那就是嘛 就是是嘛 你也没看到BNT没送 然后就不卖了 有没有说我不出货了 对啊 你就转过 也俩 然后就她 那么 是 prat 鸿我 那